Hello,大家好,我是沖 大家好,我是潮仔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叫做發寒的地區 其實是在窄房市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而今天就打算帶大家看 這兩個紅紅的樓盤 都是在旁邊這裡 現在其實我們已經身處在第一個樓盤 就剛剛進來了 看了一眼而已,很多東西都還沒看 現在就正式跟大家一次過看 我們看完之後 先再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這個發寒地區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樓盤是值多少錢呢? 如果大家對於日本生活、旅遊 又或者是移居日本相關資訊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所有最新的資訊 或者日常的生活點滴 都會在Instagram上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第一間的房子看了 一進來,其實這個位置就是圓關的位置 我可以發現其實這個位置 圓關已經有一些小巧思在 我覺得它的牆壁很漂亮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進去吧 然後進來就是這個客廳的部分 嘩~~ 嘩~~ 雖然不是很大,但我覺得是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木地板 很漂亮啊 因為現在有很多房子,地板都是 好像我現在租的那裏 就是膠的木地板 就是不是這些真的會響的木 嗯~~ 這個它很漂亮,很舒服 我覺得它踩進去的感覺都 然後之後呢 它這個樓盤也很漂亮 這個位置是一個吃飯的地方 然後之後呢 阿聰現在站在這裡 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其實它真的不是很大 我覺得呢 它的好處就是 雖然不是很大 剛剛說的 但是呢 我覺得是剛剛好 即是有時候有些房子 可能是千多尺 真的很大 但是有時候是 有些空位是多了出來 是沒有用到的 嗯~~ 所以它是剛剛好用得盡的空間 又不會覺得很狹窄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廚房的位置 是很漂亮的 而且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幅廚房的特色牆 很輕這些 即是可能是廚房 或者是客廳 其中一個部分 有一幅牆 是用這些 好像磚一樣 砌出來的牆 而且這個不是牆子 是真的砌上去的 對 而且那燈也很漂亮 這裡現在這樣 繞一個圈 就去了這個 洗面台的位置 洗面台 這裡 對 然後旁邊就可以放一個洗衣機 然後有一個熱水爐 裡面呢 就是洗澡房了 洗澡房就 我自己覺得比較小的 小時候我們家裡要猜 嗯 大一點 但是都是一些新式的組合的浴室 即是普通的浴室 浸浴的時候可以保持溫度的板 不過其實外面也可以買的 然後呢 這個洗澡房出來之後 有門 這個門 出來後 就會見到剛才的圓關的位置 好搞笑 我覺得這個好搞笑 因為可以這樣走進去 又或者在我耳邊走進去 其實這些設計是為了方便 譬如買完菜 跟著可以在圓關 直接走進去廚房 放東西 是一個貼心的設計 哦 對 這個可以動線 因為日本的房子 全部都會計算這個動線 回來之後 怎樣去放你的衣服 放你的雜物 然後洗手 然後再進去房間 即是一個完整的動線 就是這樣 這個就有點像那樣東西 還有我想說 這個很貼心的位置 即是說師傅也是比較好的 就是洗澡房和廁所 是黏住在旁邊 嗯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的地方 對 即是不像我們這樣 要上去洗澡 下面才是廁所 對 我覺得有點麻煩的地方 但現在這個廁所和洗澡房 全部都在同一個位置 就會覺得很方便 嗯 那這個就是廁所 廁所也是很喜歡的地方 剛才我已經偷看了 因為它也是同樣 用回同一個的設計 這裡又是一些磚的小牆 對哦 它很漂亮 很喜歡的 而且它的配色不是白色 是淡黃色 灰灰的黃色 是一個P-Mocca色的牆子 我很喜歡 然後想說 這隻門也很漂亮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小小綠灰的顏色 不會說很sharp 但是在外面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是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而我們那時候 其實第一次見這個樓盤 就是上網看的時候 都是被它這隻門吸引了 這個圓關 一樣也是 又是有一幅特色牆 去配合整個設計 而這個空間 就不算大的 老實說不算大的 但是一般社人家庭來說 我覺得是合理 有鞋櫃在這裡 而這裏呢 也有一個 算心的收納空間 你怎樣去頭 因為連這麼大顆的BB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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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放進去的 真的可以放到很多個行李箱 10部電單車 其實我覺得這個車 唯一理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的窗子 不算很大 如果對比我們之前看過的其他 是的 它的窗欄也是這樣 方形的 剛剛好在飯桌上 然後這個窗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窗 沒有落地大玻璃 假如它的窗是看著對面的家 所以通常這個位置一定會裝窗 然後這個位置應該是可以放電視的 是 正常可能是這樣放的沙發 然後這個位置就可以放電視 旁邊這裡也有一隻窗 它的窗就是比較長的 落地窗 但是它也是比較窄一點 而且這個位置也是看過對面的家 所以應該都是會落窗 這間屋來說 它的彩光就不算是十分之好 對 因為它這個地理位置 就是夾著在樓宇的中間 所以 儘管它有一個落地大玻璃設計出來 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那些光是不能進來的 沒錯 這個真是美中不足 是有可惜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立刻上上面看看 Let's go 在我上海之前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位置有三個洞洞 我不會純粹一個設計 就是有些化效用 看起來比較漂亮 但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然後就可以走這個樓梯上去 嘩 嘩 這裡漂亮 嘩 對 上去 不過沒有 嘩 我看到了 這裡就是一個走廊的位置 四四方方 不是很大 但其實我腳邊是有一部暖爐 因為我很少見 它連外面都會放一部暖爐 走廊的位置通常不進去 但這裡有 嘩 嘩 然後大家看看這裡 這個就是我剛才一看到 就覺得很漂亮 陽光好像打進來的感覺 就是這裡有一個大窗 在樓梯的旁邊 我覺得這個設計挺好的 然後就是房間 那我們就進入第一間看看 這房間比較小 我自己也覺得 有一個黃色的牆子 嗯 然後就有一隻窗 有暖爐 一個抽氣扇 沒有裝冷氣的 然後就一個 嘩 好漂亮啊 它的牆子選得很好啊 其實本來這個closec 是很普通 選一個漂亮的牆子 感覺就好像比較特別 而且這裡也很淡 其實這個也很深啊 那我們就去另一間房間 然後去旁邊這間 這個也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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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房間的空間 應該跟旁邊是一樣的 但是唯一不同就是牆子 這個長聲牆子就是間調 我自己覺得是 比較適合男生 就是我自己會喜歡一些的 而它這個白色 其實也不是普通的白色 是有一點點押花在這裡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 看得很髒 然後這個closec 那個深度也差不多 但是呢 就換了這個 草草的牆子 最後就是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應該是主人房 這個窗很漂亮啊 對啊 這個窗是不同的 很喜歡這個窗 很開陽啊 對 而且它的窗有一點點歐六縫 然後呢 這個房很明顯是 剛才那間房的兩倍大小 所以是很大 我覺得 然後這個牆子 我自己覺得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很漂亮啊 它的窗是藍色的 它的金色 是真的有點反光的 因為真的很少見 這類的窗子 通常呢 正式都 然後這裡有個 walk-in closet很大的 嘩 這個就是 鳥仔夢寐以求的一個 walk-in closet 大致就是這樣 因為這間房子 其實真的不算大的 那我們就先進去下面吧 其實呢 剛才我看了 這個組合的廚房 其實它這間房間 也很夠 因為它全部的櫃桶 都是很深 也很大 有三個很大的櫃桶 然後呢 後面這一個 套在它的位置 應該可以放雪櫃 旁邊呢 可以放餐具的一些櫃 所以它這個廚房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的收納空間 都已經做得很好 那來到第二個樓盤 可以見到 外觀上面 已經有明顯的分別了 圓關的空間 亦都比第一間 是大很多 可以見到 有一幅特色牆 以及一個 都算比較大的鞋櫃 然後就去到廚房的位置 可以見到 和第一間的擺位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設計風格 完全不同 而這間房最正的地方 就是這個吹拔 可以見到樓底是超級高 以及這個空間感很好 客廳的設計 就比較時常 簡簡單單 適合四人家庭 然後更衣室 洗面台的位置 就沒有什麼特別 正正常想 這個廁所的場子的選擇 老實說 我們就不太喜歡 而這間的浴室 比起第一間是大一點的 感覺都不錯 很搞笑 這個房 你看 你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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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還有很明顯 就是兩間 就是一間男生 一間女生房 這樣 因為這個是紫色的場子 嗯 就是日本的房子 旁邊是藍色的場子 很漂亮 這些場子的設計 就是選擇 打得很好 我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場子 嗯 然後中間可以 加個暖簾 或者自己再改裝一點 其實都可以 或者如果中間可以做一些 擺裝色DECO的版 不錯 這個是海鷗 一定是男生最喜歡的 它為什麼很特別 這裡很有趣 它的close set是正方形的 它的close set是在走廊 這裡可不可以說是走廊 嗯 這是房子 因為這裡 就是剛才給大家看到 吹拔的位置 吹拔旁邊 這裡有個辦公室的位置 很棒 有個黑板 在這裡工作 放電腦 嗯 然後超大的close set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房 嗯 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 是有一點點心思的設計 主人房的位置不好 但是它就利用電腦的 嗯 嗯 嗯 其實這裡也有個 放到一些 三個的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張書桌 但我真的很喜歡吹拔 吹拔 吹拔之後 採光不錯 整間屋 對 其實吹拔真的很重要 嗯 剛才這間屋 是暗沉很多 就算開了燈 但是這間 其實有些燈都沒有開齊 已經看到了 空間這麼多正 這個木條紙的間隔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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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最近就換一個新的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的品牌 就叫做Case Bank Case Bank 是首個設計出磁石 跟換Case Cover的品牌 一秒之間 就可以將Case Cover 改造另一個款式 超方便 這樣就已經可以隨著你的心情 不同的穿搭 就可以換你喜歡的Case Cover 那Case Bank的機殼 其實全部都是支援MagSafe的功能 而且這個機殼 是有軍用級防撞的保護力的 另外 Case Bank 其實定期就會有不同的Cost Over 所以呢 今期是芝麻街 那下期呢 可能會有其他不同的Character 那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這個連結那裡 收入我們專屬的優惠碼 就可以有這個折扣優惠的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 剛才看的那個樓盤附近的一個公園那裡 那裡 那這裡呢其實就叫做 發寒西公園 那這裡是超大的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這裡 沒錯 看到其實這裡整個環境是很棒的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踢球啊 玩著千秋啊 玩著很多遊具啊 然後後面有一些很漂亮的 一些草地的斜坡 那整個環境都很自然很棒的 很適合小朋友 那我們剛才看兩個樓盤 你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那兩間整體來說呢 都是設計感十足的家 還有兩間那個間隔呢 都是很實用的 因為它是方形的 就是全部都是四四方方的 那所以呢 對我來說我覺得 挺漂亮的 而且它裡面呢 所有的傢俬和牆子的配色呢 都是一套一套的 是 就是兩間看下去的那個 廚房啊 或者是廳呢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我們這次去看的一個樓盤呢 其實它就是有好幾間 或者這麼說 它是一個社區 這樣一次過建的 有些就是落柯大的住民住宅 然後我們這次看的那些呢 就是已經建好了的一些model house 除了可以看之外呢 都可以馬上買賣的 而我們這次看的這兩間model house呢 其實旁邊有些呢 所以現在是被人買了 有人在住的 這樣 我覺得它可以連同那些傢俬啊 連同它屋裡面看到的所有東西 燈那些那些呢 全部都給予買家呢 我覺得這一點很貼心的 就是我以為它這些會拿走的 因為 那這個就是model house的好處 因為通常model house呢 就是會送裡面那些 可能家電或者一些燈啊 擺設那些呢 那其實是挺好的的確 再說回一點點資料先 那我們第一間看的價錢呢 是3950萬日圓 那就是4000萬日圓不用啦 你當200萬港幣以內 左右呢 就已經可以買到這家屋了 那而剛才看了兩間呢 其實車位呢 都是可以拍到兩部車的 而第一間看的面積呢 就是83.63平方米 那你當大約900呎左右啦 那所以就 剛才一開始進去都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就設計得很實用 嗯 而且是用盡了所有空間 就是沒有一些多餘的位置 那然後第二間呢 就是其實我們兩個呢 是比較喜歡第二間 沒錯 因為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吹拔的位置 嗯 因為它採光真的很好 跟第一間地呢 真的差很遠 是差很遠 進去整個感覺 你會覺得開陽了 對 然後有陽光 整個人馬上都很生氣 是 那我們都有問過 因為剛才我們看樓的時候 都有一個職員在這裡 嗯 那有解答我們問題 那我就問他 因為其實都有很不少的觀眾 曾經提及過呢 特別是北海道呢 吹拔呢 會不會很浪費電費呢 因為要開暖氣呢 一樓和二樓 會不會那個溫差很大呢 但是我問了他 其實不會的 舊的樓宇我不敢說 但是新樓的話呢 其實它的隔熱能力 是做得比較好的 而設計得這些吹拔的新竹呢 它基本上呢 隔熱那裡一定是有一個要求 所以呢 所有那些電費那些都不會特別貴 嗯 而且它那個一樓二樓的溫差都不會很大 是 因為它是設計到可能一樓的風去到二樓 二樓又可以落一樓 一個循環的感覺 嗯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反而擔心可能就是清潔的問題 是啊 因為吹拔就是中空那個位置 比較自己難清潔到 但是如果你說一年 可能運一次清潔公司 或者來清潔那些 是 都是有限錢 對 有限錢 是 但是真的差很遠的感覺 一定要有吹拔 是啊 第二間其實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開揚 很光猛 所以整體的感覺是比第一間更加好 而且它又大一點 所以價錢又貴了一點 就是四千四百九十八萬日圓 其實也是貴一點 而且我自己也挺喜歡它這個社區 沒錯 我們其實剛才看完之後 已經略略在這裡附近走一個圈 我覺得比較喜歡的就是它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就是我們現在身後這個 很舒服的 嗯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大一點的小朋友就可以在這裡附近玩 放電 都很開心 我覺得 還有就想補充一點資料 因為其實大家未必知道 北海道到底哪裏是適合住的 北海道住哪裏好 其實真的不是太多人介紹過 所以可能大家都不熟悉 而發寒這個地區 我想都不是那麼多人會特地來 所以可能根本不知道這裏是有什麼 但是想說 首先發寒是屬於窄房的西區 而西區其實就是公園 山 河村 都很多 真的很有那些自然的感覺 圍繞著的一個市區 而我就想再跟大家講深入一點 先講治安方面 其實西區治安都算好的 因為可以看回數據 它比起東區或者中央區 那個犯罪數字是少很多的 那交通呢 又是超方便的 首先 那個樓盤走到發寒JR站 只需要6分鐘的腳程 是超近的 然後 如果你想搭地鐵都沒有問題 你走去公知閘站 雖然有少少遠 要15分鐘左右 但也起碼多一個選擇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有時候JR會停駛 那你就可以選擇 走遠少少去地下鐵 搭公知閘的總站 去到其他不同的地方 最有名遊客會去的一個地方 或者景點 就是八之戀人公園 其實就是在發寒這個地方 再說多一點 其實在發寒 去到新千歲機場 大概是55分鐘而已 坐JR就一起去到 都很方便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發寒JR站 都算近窄房站 因為坐12分鐘 就已經可以去到窄房站 所以是很方便的 去市區也是 然後就是可能大家都會比較關心的 就是在購物 首先不用說了 這裡是有一間 北海最大級的EON Mall 就是發寒EON 其實就是在發寒JR站旁 所以都是走6分鐘有到的 因為我們剛才都是拍車 拍在發寒EON那裡 嘗試走過去那個小社區那裡 其實都真的很近 而且這個EON 都算是我們經常都會過來走的 其中一個EON 這個因為是真的最大 最齊最多東西買 所以我們就 偶爾都會特意開車過來這裡 另外就是超市 其實這裡有很多選擇 首先有一間 大家都聽過 覺得很便宜的超市 Trial 北海市場 Copu Max Rally 然後附近周圍 都是有便利店 之後還有Home Center 我們經常去的DCM 很近 就在對面 然後就有超大的電器店 Yamada 然後就有很多不同的藥妝店 餐廳 然後還有一些很大型的運動店 這裡都有 還有剛才我們都去了 西松屋 還有還有Simamura 然後幫程序買衣服的Burphy 2nd Street 在這裡附近都有 我覺得這個社區也挺方便 其實我們自己都會開始計劃 將來到底住哪裡 因為我們現在始終都是租 但是說真的 過多幾年一定會買自己住的房子 那這個也是自己的小小的目標 那所以呢 我們這一陣子 除了想讓大家看看北海道的房子以外 我們自己其實都是想看看不同的區 有什麼好 每樣都看了一些 或者了解一下不同的地區 有什麼好處 而我們現在覺得這個 即發寒的社區 比想像中好 嗯 那我們希望將來都可以帶大家去不同的社區 或者是樓盤 去介紹一下給大家 讓大家更加了解北海道這個地方 嗯 又或者可能有些人想將來來旅居 或者移居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 嗯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呢 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呢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